劫财劫色大家都见过 你有见过劫工作的吗 这个劫匪头戴丝袜闯进银行 他拿枪顶住员工 吓得对方连忙掏钱 谁知他却不要钱 居然是来抢工作的 看来这丝袜哥可真是贯彻那句古话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结果银行还真的安排他上岗 就是这服务态度有点吓人 不仅骂着脏话 让客户赶紧过来存钱 见刚刚的员工在和客户打电话 就以为是在报警 搞得丝袜哥直接一闪下去 接着他接起电话 喂 是他娘的警察吗 哦 是我宝贵的上帝啊 存款最低达到500 就不会扣服务费哦 这时一旁的经理注意到了他 还走过来直夸他干得好 并直接提拔他成为客户主管 丝袜哥混得如鱼得水 还获得了女同事的青睐 全公司还会为他举办生日会 一眨眼时间 他一下就成了年度优秀员工 但就在这天 一个黑人却持枪进来打劫 只见丝袜哥不慌不忙 拿着枪就朝着对方忙射去 你小子好得不学学抢劫 好好的学我抢工作不好吗 而丝袜哥的这番言论 更是登上了报纸头条 呼吁更多劫匪学习他的职业精神 就连洋葱新闻台都前来报道 洋葱新闻专报各种奇葩新闻 好了来看下一条报道 由于某国胖子数量达到87% 卫生部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决定提高定义肥胖的标准 将脂肪比例从原来的55% 提高到了90%才算是肥胖 这样一来 起初的两亿肥胖人群 大大减少到了1.85亿 简直就是大成功 接着下一条新闻 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 为了控制吸烟 政府将吸烟区设在了唯一一座 食品里的小房间里 结果全国烟民蜂拥而上 搞得整条马路水泄不同 有的人为了午休时能来一口 开了37个小时才赶到这里 真的是操大了 再来看另一条报道 肥宅来到电脑城 推销员介绍 这台盖茨四代拥有最高配置 扫为不卡顿 蜘蛛指牌不闪退 简直就是一代游戏神机 肥宅瞬间心动 立马下单报回了家 谁知电视投来广告 兄弟 不愧还有人再用盖茨四代买 远古时期的产物 都不配给这盖茨五代填脚指 肥宅两眼放光 转头又买了台盖茨五代 结果开车路上 广播又发来广告 盖茨六代 当今最牛电话 各大商场均可购买 想不到肥宅刚买完盖茨六代 旁边的员工却说 刚刚商场进了一批盖茨七代 这几箱古时代产物六代可以丢了 肥宅这一厅 整个人都忍不住了 他冲到盖茨总部 总裁阿盖都已经准备上市第九代了 只见肥宅一手飞 阿盖直接卸踩 接着派出德州电锯歌直接制紧 叫来运动员踩成肉饼 再让忍者做成烤串 总裁阿盖享年42岁 下一则社会性洋葱新闻 因某国罪犯数量增多 导致监狱人口严重爆炮 为了缓解监狱压力 政府将在全国随机抽取家庭 让罪犯入住他们家中 比如这个杀人无数的严重恋童犯 居然住进了养着两个小孩的家里 一上来不仅只夸女主人好看 就连睡觉都和小孩一个房间 这个方案真不错 再来看下一条励志报道 残疾人为了梦想有多努力 这个小男孩想做舞蹈家 但12岁那年却意外失去了双腿 于是他打算成为医生 结果14岁时 双手也出了意外没了 可他仍不放弃生活 长大后反而做起了冰球运动员 对手都是有手有脚的正常人 搞得他每一次比赛不是被推翻 就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可他不愿放弃 坚持了两年冰球运动 结果再出意外 他的肋骨整体厚移了 于是他接受了720个小时的手术后 再次回到了赛场上 尽管对手们依旧够黑 但他也练就一身金钟罩 然而就在男人正享受荣誉时 不仅球队破产 老婆也被狼咬挂了 可尽管命运带给他如此不公 却依旧用自己的精力 捂舞着一批批运动员 比如这位患有大脑麻痹症的 三届赛脑冠军 还有这个盲人赛车手 虽然眼盲 但靠着倒盲去 依旧在赛道上叱咤风鸣 以及这位耳聋的短跑选手 和守卫植物人职业跳水运动员 而这一批批勇于追梦的选手 他们的体育精神 真的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再来看下一条军事报道 这两个恐怖分子名叫阿瓜与阿呆 阿瓜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总能留出足够的时间 去到恐袭点进行自爆袭击 而阿呆却总是踩点 单车骑到半路 身上的炸弹就炸了 阿瓜会反复检查恐袭点周围的环境 以防万一 阿呆则喜欢亲自踩点 阿瓜会穿宽松的衣服 把炸弹藏得严严实实 阿呆却总是穿着不合适 这小衬衫直接暴露了身份 这几点小知识 学到的人扣个衣 最后一条洋葱新闻 科学家研制出了威力极强的地雷 杀伤力达到98% 但军方却因价格昂贵拒绝了它 于是科学家把地雷减弱威力 卖给了平民百姓 只要种在地里 除个杂草都轻强轻松松 不仅是草 兔子 浣熊 大象 统统炸得一干二净 在评论留下表情包 我亲自送你一颗 好了本期的洋葱新闻到此结束 以上报道全为虚假 请不要相信 这部电影叫做洋葱电影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